VBA的第一种方法就是大家按按钮 这个 这三个 云端上面都有 所以如果一下子 有些地方忘记的没关系 你可以再到我们的云端 里面的那个哪个地方呢 云端白板里面 找一下云端白板里面逻辑函数 逻辑函数这边有程式嘛 你可以把它点开来 点开来之后的话呢 上个礼拜的东西都在这里 大概函数啦 再到VBA 所以刚刚的一二三 这三段都在这里 那如果说你上课来不及 把这些程式打完了 你至少会选取嘛 头跟尾头跟尾 总共有三段 你就把这三段怎么样 其实我刚刚是直接拿着这个 这三段Ctrl C嘛 那你就直接Ctrl C 这就是刚好这三段Ctrl V啦 那就会有我们我刚刚打的 不过我是建议啦 你一定还是要熟 最好是能够上课的时候可以把它打出来 当然最好 OK 接下来的话就是有关那个制定函数部分 制定函数部分的话当然不是按按钮 而是要插入函数 插入函数呢跟那个前一次我们讲的那个部分差不多 就是我们会希望能够在使用的定义这边的类别 看到有一个函数 函数名称呢叫做所谓的什么呢 成绩函数当然有个成绩函数多重 因为我把它分两种一个是合格不合格一个是ABCD 那所谓的那个制定函数他用起来跟我们内建的那个函数其实差不多 可是最大不一样是这个是你自己写出来而是写在VBA里面的 那有什么结果我们来看一下按确定他会跟我要什么呢 要几个东西 第一个的话呢要跟我要那个 第一个他跟我要平均成绩 那我给他平均成绩 所以他会有跟你有互动 OK制定函数会是互动式的 然后返还结果 先暂时存在这个制定函数里面 再把它丢到储存格里面 所以按确定 就返还什么合格 那你可以向下填满 OK那其他的话 也会因为你向下填满 这个列号会增加 E2会变E3嘛 E4类推 那所以每一个每一个都帮你把它算完 这第一种制定函数 第二种制定函数是什么 插入函数这边也有个叫多重 那多重跟刚刚不一样的地方是返还的结果是ABCD OK 那其实差异性就跟我们刚刚做一样 不过他优点是 我们只要做好这一个 那之前我们做这些公式都可以不用再去理会他 为什么 因为等于是把那些做的运算 做的一些公式呢 全部都转移到VBA里面了 所以只要做一次后面就几乎不用做了 所以你有很多工作 如果常常要下很长一串的公式 你可以想说那你干脆把它用一个VBA取代掉就好了 甚至一整个部门啊 其实像很多很多公司啊 就是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 可是那些事情都没有对应的函数 那需要有人去帮大家写出来给大家使用 因为每个人如果都有一些公司 公式上大家都会需要那函数的话 可以帮大家解决很多问题啊 而不用说每个人都要去想说那函数怎么下 那函数可能同样的克服部门 可能是针对的那些问题都差不多 所以会需要有人去专门去做这些事情 那谁要去做呢 其实现在很多公司呢 有这种需求 但是不见得有这样的人力 所以有时候会找什么IT或MIS人员来 但是他会觉得说这不是我的事情 所以会有这方面的职缺啦 至于这个职缺的名称叫什么 有时候这个同学叫什么 他说他是做IE的 IE不是IE浏览器 他是IE 那这个IE的话其实就是 叫什么 工 不知道他叫做工业 工管人才还是什么的话 反正也是自动化人才啦 那但是 这种部分的话呢 就是需要有人去做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制定函数该怎么去完成 然后把它简化我们要的工作流程 第一个的话呢 当然喔 因为这个我已经写好了 所以我把刚刚写好的这两个方式 先把它删掉 我们重新再来过 这个是写好的 OK 写的位置特别注意 之前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写在同一个模组里面啊 其实不用啦 你爱插入几个模组 就插入几个模组 但是请特别注意 不要一直乱插入太多模组 为什么 因为这些很多同学明明已经写的东西 他又在另外模组又继续写 而且写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最后怎么样 会有重叠到 特别注意喔 一个专案里面喔 这个名称不能重复喔 如果重复的话造成错误喔 减罪特别注意 我是建议啊 尽量如果你刚开始 写的东西不多的话 还是先不要太多个 如果太多个先把一除掉 先一个就好了 除非未来你写的实在太多了 需要分类的时候 那你再来重新插入新的模组 另外呢 这个模组的module1 也不是说不能变动 底下不是个name对不对 你也可以重新给一个名称 比如说你要给其他名称 AAA可不可以 Enter可以啊 有没有 那你再插入一个 假如这个叫什么 插入模组 这个叫BBB可不可以 Enter也可以啊 你可以自己取一个名称 不过目前你们 大概还不太需要太多个 理论上大概一个 目前大概就差不多 顶多再分类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制定函数 制定函数第一个一样 我们要希望能够在这边 插入一个制定函数 所以呢 一请特别注意哦 游标先放在 先一个模组 插入一个程序 那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是按钮一定是sub 如果你是制定函数就是function 那名称我们假设 取名称叫做成绩函数好了 假设这个名称 你不见得一定要用中文的 你可以用英文的 或者其他名称都可以 不过好像不能用数字哦 数字 还有你取的那个名称 也不能用 也不能用保留字哦 比如说像你不能说我打一个for for这个已经是保留字不行 Nest也不行 里面会用到的一些名称 只要是程式里面会用到那些名称 你不能重重复哦 所以有时候打中文好像还比较保险 为什么 因为打中文绝对不是里面的 不可能是里面保留 因为程式里面没有那个用中文当 当成它的那个保留字哦 OK 好 那function按确定 好 那这边的话呢 你会发现它新增了一个function 好 第一步就完成了 好 我们建了一个function 它的名称叫成绩函数 然后它有一个end function 然后后面一定会有一个小刮胡 其实你会发现哦 不是只有那个function有小刮胡 sub也有小刮胡 有没有 而且哦 它好像会自动帮你加一个public public有点像是 很多同学会问啦 那这个所谓的public 实际上是共用的意思啊 就有点像你网方 网方的资料夹要不要共用出去 那如果共用的话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嘛 意义是一样啦 所以如果你要给别的专案使用的话 那你可以public 不过理论上目前 因为我们也只有一个专案 有没有 VBA project 一个而已 所以理论上现在有没有public 并不重要 所以你也可以把public删掉 也没有关系 所以有的地方 或者有些书里面没有public 啊同学就觉得为什么他们有啊 为什么没有 另外呢 你相对的 如果说你不要public 其实你会发现插入程序里面呢 还有叫private private是什么 就试用的嘛 就是你这个专案只有只能给 在你的专案里面使用 别的专案要呼叫 不行 好啊 你就可以用private OK 不过这里特别注意啊 你不能用private 没事啊 你想说有之前有同学说 我直接用private 直接把这边加一个private 那会发现 插入这个自定材说 发现找不到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啊 不能用private 预设是public 我们就用public 那再来的话呢 因为他是互动的 所以呢 第一个 你要跟使用者要东西 怎么跟他要东西 第一个 在这个地方 小瓜糊里面呢 跟使用者要一个什么 诶 平均成绩 假如说我跟他要的时候 诶 你给我一个平均成绩 这个东西 那通过什么呢 他会跳出一个视窗 有没有 跳一个视窗 上面一个平均成绩 这个时候呢 使用者会选一个成绩给你 有没有 选哪一个呢 选这一个啦 OK 选了一个之后 给你之后的话 他有点像是利用 这个东西 帮你去 接到 使用者给你的东西 放在里面 那放在里面之后的话 你要做什么 做逻辑判断 如果 所以 那个逻辑判断 其实跟上面这个SAP 还蛮像的 所以有些 我刚才不要重启 直接拿这个来改 好了 直接拿这个 然后 按一个 Shift加Table 让他 往前 按Table是缩牌 按那个Shift加Table 是 应该怎么 增加缩牌 减少缩牌 所以这边 一样会有个增加缩牌 减少缩牌 这个 凸牌 跟缩牌 OK 好 那 不过特别注意 SAP SAP是直接去 我们上面 的哪个 储存 抓资料 可是这里的话 不是 是使用者给你的 所以怎么样 你把平均成绩 Ctrl C 把这个 盖过去 是从什么呢 使用者给你一个 平均成绩 然后呢 你去判断一下 是不是大于 等于 60 如果是的话呢 返环 那上面是返环 结果到 H栏里面的一个 储存格 那我们这个地方 不是哦 我们是返环到什么呢 到 这个 函数本身 好 所以这边之后 这个规则不太一样 函数本身 所以把这个H 改成什么 成绩函数 这边也是 成绩函数 OK 写好了 好 那我是用改的 当然如果 我是建议啦 你最好可以自己 动手打打看 这些程式 因为这些程式 其实没几个字 如果 平均成绩 大于等于60的话 Zen 他把合格 丢给成绩函数 反之 就是丢不合格 OK 做完之后的话呢 再来我们来练试 试试看 这个结果到 OK 那一样 你把这边 插入函数 然后 成绩函数出现了 按确定 他会跳一个平均成绩 就是刮糊里面的东西 所以那个名称叫什么 你自己可以决定那个名称 然后 你会去选一个啦 选一个成绩给他 OK 然后按确定 他会返还结果合格不合格到这边 你向下填满 OK 所以整个流程又RUN一遍了 好像前面有讲过啦 这些差别是 这个是有逻辑判断的 当然一样啦 如果你要怎么样 把它改成什么 成绩函数加个多重 不是合格不合格 而是ABCD的话 那其实你只要改一个地方了 其实改法跟上面这个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 习惯的是把这个 Ctrl C Ctrl V贴上 这两个一样嘛 但是 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加个多重 不是 多重 OK 好 那 多重的话呢 那这边底下记得就是返还的结果也要是 多重 因为之前常常同学改了上面 结果忘了返还 也要返还给 多重 结果一回去 结果返还变了零了 常有同学问说 老师为什么我都一样啊 为什么是零 我常想说 真的都一样吗 真的我都一样 明明就看不一样 为什么 你鬼遮掩吗 还怎么样 真的很多同学就 明明一看就是不一样 你为什么看都一模一样 还跟我辨认说 老师我已经看了很多遍了 我不知道 这很常见 而且问的问题 几乎这个问题 都 常常出息 就是常常同学说 我看我打都一样 真的 可是我一看我马上就说 一定不一样 所以 我不知道可能因为熟悉跟不熟悉 因为我看这个已经看了 相看两不熏已经二十几年了 我认识他已经二十几年了 所以我一看就知道 哪里不一样 那你们可能刚认识他 所以跟他不太认识 所以有些地方 还真的会 就是明明是不一样 你可能就会觉得是一样了 跟你看外国一样 你看那个 欧洲人看起来 好像每个都长一样 女生好像都长一样 其实他们是真的不一样 就跟他们看东方人 一样的道理 他们看完 每个都长一模一样 实际上 真的是 很多地方不一样 就像他们 不太能够理解 那个 就是像 日本 韩国 跟台湾人 有什么不一样 好像长得也都一样 OK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就是细节问题 所以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好 那这个地方多重改完之后 一样跟他要平均成绩 但是要改哪些地方呢 这个地方改成 80 对不对 一样改法 改A 对不对 然后这边的话呢 复制一下 Enter 倒车 贴上 有没有 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 L10 还记得吧 L10 然后这边的话改成 70 如果70的话呢 那就是B 那这边的话Ctrl C Enter back一下 贴上 这边改成60 那这边再改成C 剩下来的 那就就D了 OK 那你会发现 改法跟 前面的 一模一样 但是呢 这个地方是制定函数 他是互动式的 所以做完之后 一样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一样清楚 然后 操栏数 多重 使用者要一个资料 给他 A 向下填满 结果一模一样 OK 所以你会发现 这样做完之后跟这个是当然不一样 这个逻辑就复杂多了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两段的话 其实 在云端上也都有 就这一段 跟这一段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尽可能的就熟练 就是还是要多打 因为这东西说真的 他没有太 复杂的点 只是说你可能要慢慢的 去习惯这些的叙述 然后针对你将来可能需要 增加效率的地方 把这些逻辑打完之后 那就一劳永利了 那 这个逻辑 基本上跟函数逻辑其实很多地方是相似的 但是写法 却又不相同 因为你会发现函数 他真的就只能写一行 而且你会发现在拥挤的这个空间里面 他只能写一行 第二行怎么办 没办法 只能写一行 但VBA你爱写几行就写几行 所以程式呢 写一千行 写一万行都可以 也就是你要 把你的工作 一键完成 从头到尾全部 包含你要做 说真的 你只要滑鼠键盘 能做的事情 就是你一整天做的事情 可能一键就可以把 全部从头到尾 串在一起 直接输出报表 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当然 只是我们按部就班 慢慢的由 简单 到复杂